蔡英文在巴拿马出席运河典礼 这一次呢跟九博元首一起出席 她跟巴拉圭总统还有多名尼迦总统站在一起 那美国副总统夫人吉尔拜登是站在蔡英文的右后方 那却原本传出陆方会派商务部副司长出席 但是呢最后只是由大陆驻巴拿马贸易代表来与会 而且根本没有上台 接下来就要看到华语新闻记者 谭英伦 林韵仁在巴拿马的随行采访报道 耗十九年的巴拿马运河新闸门启动 总统蔡英文入境随俗穿上巴拿马衫 与九国元首共同见证历史时刻 与我方有帮巴拉圭和多名尼迦总统站在一起 至于美国代表副总统夫人吉尔拜登 则是就站在蔡英文右后方把握国际场合 与同是女性的智力总统握手寒暄 但接下来作为安排 小英右手变位置却换了人 变成日本议员魏腾曾侍郎拿起手机 就是对小英一阵狂拍 怎么拍都不嫌累但原本陆方打算派出商务部副司长出席 但据了解最后只派中国驻巴拿马贸易代表与会 没上台更不用谈如何互动 现场民众热烈欢呼 因为现在正在通过新水闸的船只 就是中国远洋的新巴拿马货轮 而巴拿马运河脱关后 这也是首次船只正式通行 陆方看似低调 但在运河扩建上巴拿马还是给足了大陆面子 但不管如何 极具重要战略地位的巴拿马运河扩建开航 除了写下经贸新页 蔡英文首次出访的务实外交 也让他踏上国际舞台 欢迎新闻林韵人 谭英伦在巴拿马的随行报道